鱸魚有 鱸魚應該沒有剩鱸魚片 魚片在這個 金融魚會直銷中心才一開門 民眾就要來搶國產魚貨 龍膽石斑就剩這樣 也沒剩幾個 然後金木鱸也沒有了 我們的龍虎斑也都沒有了 仔細看 架上的石斑魚 鱸魚 白帶魚 通通被買光 隔壁的私木魚也剩下不多 前三天基本上東西都跑得很快 那絲木魚系列我們也是有很多貨 那我們就是也都賣光光了 就算是加上這些而已 都買那個絲木魚 還有那個鱸魚 他們本身農民的辛苦 靠活動力有探極 其實應該要在嘴 所以今天也是為了農油券特別來買 對 你趕快過來買 好 謝謝 好 掰掰 對我們這個魚會 你又的餐品都有 魚會電話響得不停 農委會4號發出了9萬份的農油券 只要買12個品項的國產漁農產品 以600為一單位 就回饋600元 每個人不限購買次數 魚會工作人員每天忙著補貨 營業額是平常10倍 4天就破了百萬元 農油券從4號就開始了 但真正人潮竟然是從5號 星期五開始了 我們那天業績就大概突破平常的10倍 10倍以上了 然後這樣星期六 禮拜天 我們就加敗人手 來處理這一塊 因為就只有接電話跟補貨 就做不完了 政府這次農國劍真的吸引了很多人 而且我們這次我們有足夠的貨量 來供給這些購買的人 我想很多農業都戳手不及 而且我們這幾天 農會一直吹著我們要很多的漁貨 相關的這些漁貨 尤其石斑魚白帶魚 也是最搶手的這些漁產品 他們買就只訂買這些東西 大家不是買一份 大家都買五份十份的 現在買的是吃的 然後農業店他們實際上算是說 農業店如果下來的時候 過年還有一批可以買年貨 可以兩邊都可以用 所以這次農業店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成功 以這次國產漁貨來說 石斑魚白帶魚 五載魚及鱸魚 和台灣鯛最暢銷 幾乎才一上架就被掃光 一箱上貨大概一個兩隻就掃掉了 就後面繼續補貨 所以我們禮拜六禮拜天 昨天特別加敗 就樓下門市的部分 就加敗四五個人來補貨上貨 他來的話不可能只有買這些 這幾樣農產品而已 而且很多人在詢問 是不是年底能不能再一波 來設計這個經濟 讓他們也有這個機會 沒有買不到的人 可以再買一次 櫃台前一代一代的結帳 另一旁 漁會人員協助民眾上網 憑發票登錄 由於不用抽獎 九萬分的名額 用完就沒了 超級好康 難怪民眾說什麼都要多買一點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